在二三十年前 那是一个没有整容 也没有PS技术的年代 化妆以及摄影也是相当的落后 但是 在那个年代涌现出的一批女星 却是发自内心的让人心动 当时传播主这样一句话 贾静文是全中国男人 都愿意下跪去追求的女人 和其他明星的出道有所不同的是 贾静文是街派爱之位 由妞甜八宝广告 而进入演艺圈的 七年之后 他出演了四千金 荣获台湾电视金中奖最佳新人奖 在2000年 由贾静文主演的古装剧《飞龙在田》 取得了台湾电视剧年度收视冠军 而后他的名声大振 他在粉丝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崇高的 时而甜美心爱 时而性感腐累 时而轻力大方 在台湾有戏剧天后支撑的他 在镜头前表现的风情万种 他还因本人冷艳的表面 一举摘下FHM全球 百大性感美女票选华人后官 据封闻 贾静文的走红离不开当年 台湾富商吴敦的全力支持 吴敦开的每一部戏 贾静文万无一失都是里面的主角 而且吴敦还称贾静文是巨大的女性 她们也因而传出包良的绯闻 还曾爆出吴敦赠送贾静文 一栋价值五亿的房子 吴敦本人也忍耐不了有关 她包良贾静文的风言风语 便提议要认贾静文为前女儿 以表示她们只是单纯的妇女关系 几年前 吴敦与女性正家瑜有过交往 当女性质疑她跟贾静文的关系时 吴敦天竟对天赌咒说 我连她的小指头都没摸过 那时贾静文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便从天上一下跌入了悬崖 演艺事业也因而遭到了障碍 再加上又和前夫孙志后离了婚 处境十分的困难 不过又方回路转 之后贾静文 便遇到了本人的白马王子修杰凯 暂且不说贾静文跟富商的风闻是真是假 我们还是不得不共认 年轻时的贾静文十分具有魅力 贾静文孙志好华仔 曾做过这样一个评价 在台湾一百七十公分以上的女人 林志玲最美观 一百七十公分以下的 贾静文最美 是的 贾静文五光精致 气质脱俗 身体挺挺玉立 而且又多山多异 这样的女人固然四十亿国 但看上去就觉得只要二十岁 想必用熟女一词来形容 她是最好不过的了